中共為了報復這個臺灣跟這個等於說 麥卡錫的這個眾議院議長見面 蔡英文總統 所以故意搞了一個三天的這個 利劍環台演習 然後出動了 大概一直到昨天位置 快三百架的軍機 然後每天都保持八到十二艘的這個軍艦 故意在那邊騷擾就對了 沒想到沒多久 渤海又來 渤海北部對不對 又說要進行去 反不反 就是中共就是麻煩的製造者就對了 這邊一塊那邊一塊 然後沒多久又 當時又宣布說 四月十三到四月十五 在越南跟中國的邊界實彈射擊 這個就很擺明了 為了什麼來的 為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來的 布林肯陪拜登他們先到歐洲去 這個參訪了以後 他先飛到這個越南來 剛好這個時間落在這個實彈射擊 然後你說在這個臺北北方 設這個所謂的禁航區 剛好又是布林肯要去日本參加軍事本 那麼你非常時間 讓人家覺得就是你是故意的嘛 你擺明就是故意要挑釁就對了 當然中共有很多種他的說法啦 那麼前幾天不是有一個 二十一歲的美國國民兵的一個 年輕人就對了 你知道嗎 結果就把自己經手 他雖然不是什麼大官 他問題是經手很多的機密東西 把他拿到網路上面 背出去之後 美國引起渲染大波 烏克蘭的防空飛彈不夠了 那什麼東西全部被他洩漏了 他不小心洩漏一個事情 有這種豬隊需要敵人嗎 聽得很爽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到底真的假的 但是他不小心洩漏一個東西 蠻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洩漏了美國情報顯示 在今年二月的時候中共試射了東風二十七 極音速飛彈 各位什麼叫極音速飛彈 超過五馬克超音速 五馬克五倍以上 那麼就叫極音速飛彈 那麼這個東風二十七飛彈 那麼也就是這個他東風二十六 俗稱關島快遞 那東風二十七 他也是一個中程的彈道飛彈 也是號稱可以直接打到這個關島去 他秘密的試射這個東 他們很神秘 東風二十七飛彈對不對 不太亮相的 然後他試射了以後 不過那麼也從這個機密文件裡面發現 美國已經掌握了部分 他的這個飛彈的參數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說 他飛行十二分鐘 因為他非常的快 十二分鐘 那麼他飛行的距離兩千一百公里 那麼可能會突破 美國設在關島的飛彈防禦系統 為什麼跟各位解釋一下 現在的飛彈防禦系統 愛國者飛彈 像我們的天工飛彈這些 他的馬赫事實上都在五馬赫以下 很簡單 我要攔截你 你背那麼快 我背你比較慢 所以我很難攔截到你 這是很簡單的理論 那麼也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我們台灣也在發展 極音速飛彈 台灣現在已經有六馬赫以上的極音速飛彈了 你知道嗎 所以要謝謝我們的這個 等於說空中科研 這麼多的飛彈的研究專家 我們有六馬赫以上 而且我們現在往十馬赫以上 就是這一次 包括俄羅斯所發射給烏克蘭的 那種極音速飛彈 我們也在發展當中 那除此之來 除此之外的話 也可以東風十七飛彈 那除了剛剛講的東風二十七之外 東風十七飛彈也不隨便發射 為什麼 因為他會怕被這個美國知道他的參數 你如果掌握了一種飛彈的參數 不是說我就能夠知己知彼 百勝百勝 但是我就大概可以知道怎麼對付你 從裡面去逆向了解 怎麼去對付你東風十七飛彈 告訴各位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是 美國之所以能夠掌握東風十七飛彈的 裡面的機密 竟然是因為叛逃 叛逃的原因是一位三十幾歲的 一個中共的關鍵工程師 因為他不會送 他參加研發東風十七飛彈 沒想到我辛辛苦苦研發了飛彈 最後功勞 幾萬塊扒掉 零零七英國的情報處 還派了好幾次的試驗 看看是不是中國派來的故意要反見 故意假的間諜 後來證實他是真的 所以把他安排以後 跟美國還攜帶了機密東西 到美國去 所以美國現在有關於東風十七飛彈的 詳細的內容 跟裡面的參數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就算不需要透過這個 等於說知道參數 我也已經知道你東風十七 所有的機密啦